也就是想法看法要学佛菩萨的 它是正确的 想法看法正确了 那么你的设法做法当然正确 那还有一种问题 所以跟这个世间人在一起 大慈大悲也 活光通尘 他们在迷惑 没觉悟 佛菩萨做一个最好的榜样 这个榜样教给一切众生怎样生活 然后在帮助他凶 帮助他离开这个虚幻 这叫大慈大悲 所以他晓得 生灭幻象 静世空花 游记费游 故不为幻境所转 凡夫最苦的 就是被境界所转 佛菩萨不会被境界所转的 在《楞严经》上说的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你不被境界转 你就转境界 你能转境界 你就是如来 所以前面讲 如来因地 修 原就这样 那你就称如来 这个如来刚才讲了 原叫初度菩萨 就是如来 与智幻接离一同 前面引用原觉经上 智幻接离 不足方便 这个意思完全相同 这是用原觉经的经文 来解释原觉经上 智幻接离 观上引经文 当可了然 看到前面 引用原觉经 楞严经的文字 不少啊 当可了然 今相本不深处 绝招 唯出无名之妙法 这个事情 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像前面所说的 物须 米米无尽 很自然 很细心的 去觉得 我们从早到晚 对人对事对我 六根一结束 就要下等 外面境界 叶英国报 插纳的相续相 你能够提得起这一句 这就是真念分明 清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白了 功夫用久了 这讲 迷迷无间 因为你一间断 你就迷了 你又大妄想了 又其分别执着了 那你就错了 你能把这个 教教功夫 保持住 给主说 有个三五年 你不能成圣 也是道道地地的闲人 就入菩萨的观行位 那个一点不假了 观行位 就是通常讲 功夫得力 什么叫功夫得力 不被境界所转 你在境界里头 自己能做得了主了 不被境界转了 不被境界转 我们再说一个 很粗显的话 你已经改变了命运了 你已经不受你命运的支配了 凡是受命运支配的 动弹不得的 随境所转 你不被境界转的时候 你命运超越了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这个方法 你就真正去用功夫 这个功夫就在生活里面 晓得万发皆空 三星不可得 金刚经上 重要的纲领 然后自自然 当然就做到了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那么这是除无名 极妙的方法 本不深处 即使为其念识 向不动处 血心绝照 这个绝照 就是禅宗里所用的 观心的方法 观心的方法 跟参话头的方法 不一样 观心的功夫深 参话头的功夫前 那是什么 观心没有办法 做不到啊 这才参话头 话头是什么 就是念头 这个念头起来了 就叫你去观察 那个念头从哪里起来的 做这个功夫 我们打了个妄想 不要去理会 他想些什么 注意 那个念头从哪里起来的 那么你一观 那个念头没有了 没有继续观 他到哪里去了 用这种功夫 叫参话头 观心不是的 观心 前念 灭了 后念没有生 那个当中的是真心 那观心 所以这个很难 早期禅宗 用观心的方法 以后啊 人的根性裂了 妄想多了 观心啊 这个方法用不上了 所以祖师才叫人 参话头 用参话头的方法 来设心 观心这当然是最高明的 这一成其不去 你能够这样做的事 你对于一切法了 自自然然都不去了 实实在在讲 如果我们对于一切法的真相 明白了 是真明白了 你就不回去了 不会执着 为什么呢 取向执着 是一场空 那么佛没欺骗我们 佛不是没有理由的 来教导我们 所给我们讲的 教给我们的 全是四十真相 这就是大成经 都是从摄像里面 流露出来 摄像就四十真相 这是决定可以相信 决定可以接受 因为它是四十真相 了解四十真相 你想想 还有哪一桩事情放不下 你所有一切放不下的 都是希望 这就是告诉你 应当放下 不应当再挂在心上 但是四呢 是是云 云可不可以放下 不可以 前面讲过了 万伐皆空 所以你要放下 因果不空 这就是说明了 一切都空了 身心世界居不可得了 你为什么还要规规矩矩矩 做人 老老实实办事 为什么还这样 因果不空 因果是什么呢 眼前 设法界一正状言的现象 就是因果的这个幻象 这个东西不空 所以你还是要断卧修善 急功伟德 你那个因好 那个相续相就好 这个相里头 有施法界 一正状言 那个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还要借着 一无所入厚度 还要儿身其心 儿身其心就是因果不空 这是一定要晓得的 现在世间人颠倒 恰恰不是搞反了 因为因果是假的 因为一切现象是真的 你知不知道糟糕吗 经常常讲颠倒错乱了 他颠倒在哪里 就是颠倒在此地 一切皆空 他认为都是有的不空 真的是不空于 他认为是空的 他那个颠倒在此地 这一颠倒 就造无量的罪业 那所现的那个相续相 那个相就不好了 现的是三窝道的 这个夜莹果报的 生灭 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现的正向 这预遥远时坚持不去 以圆满其不动 属于如辱性体 得有若处 那么这句话 这个与如辱性体 得有若处 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 明心见性 这个就是见性的意思 也是经上 所谓的 其辱真辱 这就是其辱真辱的意思 这个一般世间人讲呢 正谷 成道 都是这个意思 这是正道 佛谷 成菩萨道 他这个关键 就在预遥远时坚持不去 这句话非常重要 预遥远的时候 你要有觉有照 有觉有照 身心世界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这个就是功夫 这就是智慧 这就是不迷 比如说 遇到云了 这个遇到云呢 有赚钱的时候 这个语言你遇到了 你拼命去赚钱去了 你就迷了 遇到云 不去 随缘 不去盘云 要懂这个意思 钱怎么来的呢 知道叶英果报的相续下 过去身中 财不实的多吗 这是古报现前 现前要晓得 档体皆空 了不可得 你知道 你知道当体皆空 那你的做法就不一样了 你不会把这些钱 据为己有 把它存起来的 不会了 马上就散掉 去帮助一切需要的人 那你钱是不是都丢掉了 没有 你这个地方丢掉了 后面又来了 来得比前面还要多 但是总而言之 要记住 不管来得多 来得少 要散 这是智慧 不能够拒 一拒就错了 空的 哪里能拒得了呢 所以一定要散 世间人不懂得散才 为什么他不知道散才 他不晓得四十真相 知道四十真相 他一定这样做法 而且这个才 决定是散的 帮助一切需要的 帮助的那些众生 这个才就非常有意义了 非常有价值了 急功累得 否则的话 那个才的时候 实在讲的是 过去修也不容易 现在得到的时候 把他糟蹋掉 你说那多可惜 做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了 不但没有好处 有很多才造的罪业 更不值得了 所以你就有智慧 才晓得怎样去处理 怎样去运用 那么心呢 依旧是如入不动 这个不动 不是说不起作用 动静也如 动静不二 那才叫真不动 动中有不动 那是真不动 这个意思很深 大家要细心地去体会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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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